你知道一个世界基因一变以后 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吗 有人成为了超凡者 走上了人生巅峰 也有人变成嗜血怪物 被嗜血的行为所控制 就被指定的宿命无法抗拒 如果你是世界的妻儿 厄运更不会放过你 它将会夺走你的一切 还要死得稀巴烂 我会全力反抗的 我获得了全身的基因 就在怪物基因将要吞噬我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奇迹 我的怪物基因凝聚在我的左手 我也只能隐藏在人群之中 我只能吞噬怪物来获得净化 通过净化来斩断过去一切的不幸 我的命运也在一群女人当中改写 从此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走 我的怪兽基因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沉睡 我只能压抑住自己 尽量不让别人看到 在他们快要恶风之前 将他们喂饱 我有好几个不穿衣服裤子的知己 当然我也算是一个败类 正当我想跟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 一个美女居然垂涎我的八块腹肌 死活都不肯让我走 我也被这一群突如其来的 桃花运种的不知所措 我也只觉得自己上一世的品味不错 找了一群善解人意的大姐姐 当然我还是不能害他们 毕竟我身上携带着怪物基因 此时的我心意已决 我今天必须要跟他们分手 上一世的我有怪物基因 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除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最喜欢我的治愚 这一世你还在这里等我 此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 看来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白等 也不会让你有任何遗憾 正当我准备给他来申请义务的时候 我的怪兽基因突然就像恶风了一样 此时的我现在必须要安抚好他们才行 我只能先丢下那 不自一人去炒吃的 因为现在身上的弊变 我不得不伪装好自己躲在人群中 我来到一个商城门口 电影院发生了一片事件 我的面前就有一群人被怪兽穷追故事 看来我的食物出现了 如果我将怪物吃了 我将会怎么样吗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我眼前多了一群被怪物追杀的人 当然我也看到了我的食物 我也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食物自动上门服务 但是从我身边跑过的这个人 却不讲武德的把我推向怪物 我看了一眼我的食物 他们对我可是不太感兴趣 我也只是咧嘴一笑 看来他们这是把我当同伴 那我可就不好意思 我岂不是可以随便吃了 这个推我的男人惊讶不已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怪物不吃他 还更快地追我们 这不可能 此时正好人类超凡者赶到 将怪物围了起来 看着他们的操作 我也感觉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我来动手 突如其来的一声爆炸声 一个超凡者抱着一个小孩 看来他用一条手臂换回了小孩的命 不过对于怪物来说 他们还是会继续进攻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盗嘴的鸭子 就在怪物将要攻击到他的时候 我出现了 看来这只怪物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 这个超凡者看着我的操作直呼牛逼 居然徒手将一个二阶怪物击退 这是哪里来的野生超凡者 他的能力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如此强大的利益 我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直接朝他冲了过去 兄弟 不好意思 我的就餐时间到 不适合别人参观 不出意外的话 他被我撞晕了 一只怪物朝我袭来 还说我抢他食物 我也不讲武德的露出我的左手 真是对不起 现在猎物不是他 你才是我真正的猎物 紧紧一拳 直接将怪物手臂击碎 接下来的一拳让他怀疑人生 怪物都很惊讶 这可是灵珠火焰 你怎么会有呢 我也只是笑了笑 你可能不信 我以前也是灵子 我的经验可是非常丰富 在我将他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 他开始有了恐惧 你这是要吃我吗 你我可是同族 我们都是王的力量 你居然想夺取王的力量 他的嘶吼声引来了一群更多的怪物 而我却不屑一顾 你所说的王就是那个恐怖的身影 非常好 我决定把你们的王爷一起试掉 最后 他也只留下了一句 王是不会放过你 我也想看看你们的王实力到底怎么样 我上一世是一个万恶不作的魔王 只因我一不小心将最喜欢我的女人杀死 而这一世我将我的怪物基因控制在了我的左手 当我来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又见到了他 我看到他的样子 想起了我们以前的点点滴滴 突然间 我体内的怪物饿了 没有办法 我只能丢下他去寻找吃的 碰巧我遇到了正在跟怪物战斗的超凡者 就在怪物要将他杀掉的时候 我及时出现 在他面前装了个逼 我看着怪物如此巨大 我的口水都快流一地了 直接就上去砍了起来 怪物也只能被我无情地吃掉 其他怪物也被其他超凡者击杀 这个断臂男人在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醒了过来 而我吃怪物的经过 却被这个男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这两人听了都直呼不可 我吃饱喝足以后 我暗自窃喜 像我这种是比官方清除者还要牛逼的存在 简直就是暗夜英雄了 我回到家楼下 我家的这栋楼还好好的 回想上一试 回到这里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小区也停电了 周围很大区域都停电 电力化作能量被在家的治愈吸了过去 他的超凡基因苏醒时造成了超能失控 导致大楼的所有人全部丧生 我看了看时间 距离三点半还有四个小时 现在我的时间比较充裕 但是这盏灯不应该在四个小时以后才灭得忙 至于在家里 他的超凡基因已经觉醒 他坐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 只要身体动作越大 放出的电量就越大 只听见他身边有着无数电流的声音 这些电流也在源源不断地从他身体里涌出 此时的他还在想着我 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 现在的我不装逼 那更待何时 我的及时出现 治愈也惊呆了 我也没有时间解释 治愈也对我非常的信任 我直接上前 将我的左手变化出怪物形态 准备将治愈带动 我们来到窗户这里 我直接一下将治愈抛向天空 走 我们上天台 此时的治愈在空中都快吓尿了 这要是掉下去会比他 我直接就闪现出去 一把搂住他 让他抱紧我 我用我刚刚吞噬的二阶怪物进化而来的处尾来到天台 落地的瞬间我也感觉到了不是 快释放你的电力 朝天上放出锁 治愈直接使出全部电力 一道紫色的电光直冲天际 总算是来得及时 他的电力也释放完了 这一场不好的事也不会再发生了 此时 我的左手也被治愈发现了 他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也只好告诉他 我已变成怪物的事实 他很难过 说我不应该将这个事情告诉任何人 而我也只是笑了笑 只要是你问了 我就可以说 因为最喜欢的就是你 我上一世将我最喜欢的女神杀死 身为魔王的我居然没有感到一丝后悔 这一世 我们再次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他依旧是那么美丽动人 回想当初 他的超凡基因觉醒 导致超能失控 大楼内的所有人全部丧生 因此在他心中有些不可磨灭的伤痕 今天就是他超能失控的一天 在他失控的时间里 他还在喊着我的名字 当然 我也很快地赶过来救了他 与此同时 基因研究院的人也发现了我们 两个工作人员找了过来 因为他们发现了超能失控的治愈 美女护士拿出了两个试管 准备给我们做一个超能检测 这个老头也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女孩释放的电能那么强大 一旁的男孩子居然毫发无伤 至于的一滴血滴进食管内 他看着检测结果大吃一惊 我勒个去 这是我发现的最牛逼的检测结果 这超能基因可能要破记录了 一旁的小姐姐也在测试我的超凡基因 结果也检测出了微弱的超凡基因 我也很纳闷 我一个一变怪兽的人 我怎么会有超凡基因 回想起就吓得那个断臂清除者 当时他的手臂被吃了 而我却吃了怪物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画面来到基因研究所 美女护士小姐姐给我检测基因 她说我是含有超凡基因 但是是史上最低的 只有1% 她看着我这傲人的腹肌 也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此时的我也有一些不好意思 赶紧穿上衣服 妹子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给我抛一个媚眼 突然的吵闹声吸引了我的目光 来到超凡者测试室内 原来是至于的超能 吸引了这里所有人的目光 至于也正在接受测试 700伏特的电压 也只是给至于挠痒了 当电压来到2000伏特 测试员还问了问 有没有什么故事 至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众人惊讶不已 这还是正常的超能者吧 简直就是牛逼的存在 当测试员准备 将电压调整到3000伏特的时候 至于赶紧阻止 我之前释放的电能 都没有放干净 我怕等一下失控 这里就不了 就在这时 来了一个帅哥 至于也不敢靠近任何人 生怕伤到别人 他也赶紧展示了一下 自己超凡者的事 正当他要和至于握手的时候 我有一万个不同意 这小子的心思一眼就看出来了 看他那人模狗样的就知道了 帅哥过来就是来邀请至于跟他 至于也是微微一笑 看了看我 我已经有组队的人了 我也赶紧来到至于面前 展示了我的存在 帅哥也是很不好意思的离开了 临走之前还是希望至于考虑一下 他回到家以后心里特别不爽 一个超过95%的天才 今天拒绝了他 这个老头为了让帅哥和至于组队 居然想出了一个肮脏的手段 就是将阻碍铲除 上一世的我是怪物魔王的存在 这一世我却将我的怪物基因 控制在了我的左手 这是我最喜欢的至于 今天是他超能失控的时间 上一世他的能力失控杀了很多人 所以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我也在第一时间赶来救了他 经过基因研究院的人检测 至于的超凡基因超过了95%的超凡者 而我这个怪物也检测出了超凡基因 因此我们来到了基因研究院 突如其来的一个男人想要跟至于组队 我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 因为这男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至于也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老头居然想出了一个肮脏的手段 就是要将我铲除 他们准备让我们进入超凡学院 但是需要入学考试 也就是最后的试炼 美女护士小姐姐过来通知我 她说我虽然有1%的超凡基因 但是和普通人没有任何不同 不能让我参加超凡学院的入学 我也很难闷 之前不是说有超凡基因就可以入学的吗 小姐姐很生气 我身为一个有着八块腹肌的帅哥 他怎么可能不生气 当然他也准备帮我不断地去申请 就在这时 他突然接到电话 基因学院的人准备要给我一次入学的机会 当然 我也为了能跟至于在一起 选择了抓住这次机会 这个非常火爆的男人也在准备 准备在最后一次试炼中将我铲除 画面来到基因测试场 这个男人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 当他看清楚手机上的内容 他也兴奋了 原来是被收买了 准备最后的试炼计划 他们看着我的报告 真是很可惜 这小子居然让凡家不高兴 对方拿出两千万买 这小子测试不通过 他看着画面中那骨瘦如柴的我 直呼这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 这样来参加试炼 这是几天没吃东西了吧 这样面对怪物 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的我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 我已经将积累的能量全部耗尽 已经是前胸贴后背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把这些参加试炼的人全部吃掉 突然 有人通知试炼准备开始 而我参加试炼也是临时加进来 众人看着我营养不良的样子 就感觉我好像就是走后门的一样 而我看着他们表情 这特么的不是被针对了吗 此时的我看着他们 我的口水都流了一地 但是我也不能随便吃人 一人将我带到测试室 他在我背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说这个牢笼就是专门为我射击 警告我说 怪物比人类强五倍 而我只会被怪物撕成碎片 他还非常细心地给我指了一条生物 那就是弃拳门 你只要从那里出去 你就安全了 我也只是微微一笑 现在的试炼还没开始 万一你被撕成碎片了怎么办 你知道一个有着怪物基因的人 去参加超凡准试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一个男人想要跟我的最爱组队 被无情地拒绝以后 他就准备给我安排一场入学试炼 准备将我在试炼中铲除 当我被安排进来以后 我也只是微微一笑 看来这场试炼有种色香味俱全的感觉 两个被收买的人看着我 居然还在打赌 看我什么时候放弃 试炼正式开始 头顶关押怪物的门缓缓打开 一群迫不及待的怪物也冲了进来 一张超凡学院的续毒证也在里 两人看着我的画面 开始倒数起来 我也只是两手插都慢慢悠悠地走出来 首先是对着镜头微微一笑 这群怪物也在我面前嘶吼着 下一秒 怪物直接无视我的存在 因为我也是半个怪物 他们把我当成同胞了 我看着怪物 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他们看着画面中的我 这张续毒证就是我的狼中之物 这个院长一脸颠笑 这续毒证没那么好拿 试炼的可不只有怪物 里面还有各种觉醒超能力的超凡者 不出意外 有人真的来抢这张证明 他还用精神恫吓 吓唬我 我只是转头看了他一眼 一股前所未有的画面让他直接尿裤子 这一下把这个小伙吓得不轻 他赶紧后退 他看着我 总感觉哪里不对 比起人类 他更像怪物 简直就是恐怖至极 与此同时 怪物也转头看向我 直接就朝着我这边扑过来 看到怪物过来 我就放心了 我不用装了 我现在是真的饿了 也只有麻烦你们先让我填饱肚子 面对监控 我的动作都不敢太大 只能小心翼翼 还是只有拿出之前进化的兽物 将这些怪物的身体掏空 我都被饿了好几天了 终于收到了来自怪物的馈子 感谢怪物同胞们 我会好好谢谢你们的 突然间的攻击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只不过吃了你们 难道你们就不把我当成同胞了吗 一旁的这个傻叉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操作让他惊讶不已 我在怪物中间不断的走位 被他当成了怪物 我的动作在他看来 就像是本能一样 经验丰富 已经把杀怪物变成了本能 接下来 我直接将一只怪物拦腰斩断 他在一边惊讶 就喜欢看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将怪物杀完 一群人将我围了起来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这一张虚毒证 这个男人让我把证件交出来 突然间的一只怪物凸泻 打破了这一切 光头有点看不上怪物 他也想像我一样徒手干掉怪物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巴掌光头是挨上了 光头被这一击直接击飞出去 让我交出去毒证的人 还没反应过来 我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准备给他来上一拳 突然我反应过来 我用错手了 打人应该用右手 左手可能会将他送走 一个身为魔王的我上一世 是非常牛逼的存在 但是 这一次我的怪物基因凝聚在了我的左手 但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不怕死的人 我直接上去就想给他来上两拳 突然我想到我的左手打他 可能会把他直接给送走了 因为我的左手已经完全变异了 就是上一次吞噬了二阶怪物 左手已经突破至二阶 现在我拳头的力量 已经是正常人的最少十倍 我这一拳要是真的打上去 可能连他的脑浆都要蹦出来 没办法的 我只好收力 再收力 看就差不多了 简单的给他来上一拳 这一拳的力度已经很小了 我突然吓坏了 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也只能求求他千万不要有事 不能就这样死了 还好我感觉到了他的呼吸 我才放下心来 就在这时 一个同伴抱着光头跑过来 这个挨打的人也慌了 求着我救救他的同伴 而且他还愿意出钱 这谁能抵挡得住金钱的诱惑 我也只有勉为其难答应 两个想将我淘汰的人 在控制室看着我们 他也没办法 只能再次释放更多的怪物 我也就简单的一拳 将赵胜的同伴救下 他看着我这无解的操作 直呼牛逼 但是我的钱不够 但是我是一言九鼎 算不够的话 我会让我妹和我一起打工给你 放心好了 他妹妹上来就是一拳 你怎么可以把我搭进去呢 这个妹子连忙跟我道歉 我也觉得无所谓 赵胜临走的时候 还要请我吃宵夜 我也是很无语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才 我也只好回复了一下 我刚刚已经吃过 突然 我吓了一跳 一只怪物从他们的头顶 正上方跳了下来 赵胜一看 我去 怪物啊 他直接就将自己的妹妹 和同伴推开了 结果他就被怪物 直接踩在地上 他妹妹瞬间闪了 突然 我听到了有人说了投放规则 不过 现在也应该来不及了 怪物已经到了我们面前 而且这些怪物 都是接近二阶的 这一看就有猫腻 为了不让我通过失恋 看来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这怎么感觉 他们这么不得手段 是不是另有隐情 在怪物失恋场中 一只怪物从天而降 赵胜三人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一秒 赵胜已经被怪物踩在脚下 不出意外的话 这只怪物就想吃了赵胜 我看到这里 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突然间 多了这么多怪物 小妹妹看到 自己的哥哥即将被吃掉 自己也不管了 准备上前找怪物理论 她还想用她那小身板 将怪物撞死 结果被一群怪物围了起来 身为有着怪物基因的 我当然看不下去 一把将她拉了出来 我还提醒她 就算要死也要跟帅哥一起死 你看你跟那个猪头样子 她伤心的要死 怎么说也是她哥哥 我把她一丢 准备帮她一把 来到怪物这里 眼前的怪物要是真的吃了赵胜 净化了可就麻烦了 我横冲直撞的 来到几只怪物的身边 怪物把我围起来 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正当她要把赵胜 送进嘴里的时候 我出手了 还是把你的食物给我吧 我还会感谢你的 只见我轻轻一扔 赵胜就飞出了怪物的包围圈 赵胜醒来了 他看着站在怪物中的我 自己都惊呆了 场地另一边 一群人从不同的场地来到这里 赵胜感觉有些不对 准备带着妹妹推出试炼 两人就准备去弃拳 我这边还在被怪物围攻 但是这些怪物有点难搞 我不动用领主之言就行了 要是我用了 可能不到十秒 这些怪物都要被我吞射 我还在不停地劝说这些怪物 乖乖被我吃掉多好是不是 突然我发现头顶投放怪物的门又打开了 赵胜准备弃拳 按下了弃拳按摩 这一瞬间 试炼场直接停电 与此同时 有更多的怪物从投放口被投放出来 这一张续毒证被这些试炼就攻抢着 一只怪物的出现打断了他们 拿着续毒证的这个男人傻眼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怪物 这个男人站在投放口看着我们 当然 我也发现了他的存在 他还给我比了一个友好的国际手势 我也不能让他的手势浪费了 准备让他也下来玩一玩 不出意外的话 他被我击中从上面掉了下来 也正好落在了怪物群里 此时的我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轻轻地把怪物一推 怪物直接就把这个被收买的男人给奢了 怪物在一瞬间进化了 有了意识 还长出了一条触手 他看着我直呼叛徒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表演时间了 什么样的试炼场会成为人间地狱 无数怪物来到试炼场 一只怪物吃了一个人 一瞬间进化出一条触手 而且他还有了意识 看着我这个拿怪物当食物的男人 他们就朝着我冲了过来 这个院长看到这一幕 自己都不敢相信 居然还有这么难搞的家伙 因为担心怪物逃离 他直接就关上隔离门 自己走不出去 我感觉到了所有出口都关闭了 我也准备要发飙了 此时的试炼场内空无一人 那我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变身了 我把我左手的衣服拿下来的那一刻 我的领主之言直接爆发出来了 此时的我也希望怪物们下辈子没有怪物基因 因为怪物太多 我吸收的能量也超出了预计 而且怪物们吃了很多超凡者 我又吃了怪物 这完全就是间接性吸收了超凡者的基因 怪物在这一瞬间直接狂暴起来 我直接就是一拳 这一拳也将怪物打得烟消云散 此时我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会干掉你们的王 去陪你们的 一瞬间 我感觉到了不正常 我的左手正在开始进化 而且三接进化是从大脑开始 我突然感觉到了 我能探索到所有的怪物 但是不好的是怪物也能探索我的存在 此刻的我只想强行中断进化 但是好像不行 突然我发现有幸存者在一旁潮呢 一个黄毛正在欺负赵神 这三个人来到我面前找我要续毒症 小黄毛正准备要给我动手的时候 突然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 从地底下冲了出来 这个男人已经被吓傻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他抬头一看 一只超级大的地龙出现在眼前 地龙发出惊人的嘶吼声 这尖锐的声音让众人气孔流血 一瞬间都晕了过去 站在地龙旁边的这个男人也放弃了挣扎 不出意外的话 他被吃了 当然有可能整个试炼场的人都得死 这只地龙在这时也发现了我 而且他直接朝着我冲了过来 面对如此庞大的怪物 我也有一些措手不及 而且对于眼前这只怪物 跟他的肌肉强度相差太多 这根本就有些挡不住 此时我也得想办法占点便宜才行啊 而且我怎么发现这只地龙 好像只是一只触手而已 我要怎么才能将它干掉 我眼前有一只地龙正在朝我发动攻击 而我这个有着怪物领主基因的人 却抵挡不住 突然我发现这只地龙 好像就只是一条触手而已 试炼场内已经成为了人间炼狱 在外面等候的家属 都还在为自己的家人祈祷 突然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莫名的心境 治愈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不顾一切地走了进去 因为停电的远古 这群人还想打开这道门 治愈因为超凡者的身份 就想来试一试 结果被无情地拒绝 此时的治愈也不管了 直接就放出自己本身的电压 男人还是无情地拒绝 绝对不允许妨碍他们的工作 说完就直接举枪警告 再往前救病 画面来到我这里 面对地龙的攻击我也有点难搞 他居然不怕我的领主之言 我的左手也被地龙的牙齿 直接一分为二 此时我感觉到了 他的黑牙是如此的锋利 不管是防御还是攻击 都是很牛逼的存在 我现在必须要想办法 避开他的黑牙才行 就是现在 我准备换一种方式 我的处尾连他的皮都咬不破 但是我还是可以抓住他 现在我也只想用领主之言 烧掉他的表皮 看一下能不能挖一点 他的肉来吃 突然 他的身体也长出了黑牙 让我的攻击更加困难了 此时我准备拼一把 打算把功率放到最大 地龙准备一口将我吃掉 至于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把试炼场的门打开了 出现在眼前的一幕 他都傻眼了 地龙正在准备吞了我 至于准备释放最强电压帮助我 突然我感觉到了 至于的雷电之力 这一下他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啊 我还是先不管了 先咬下一块肉再说 一瞬间我直接就退了回来 当然 这块肉也被我咬下来 我恢复成人类的样子 去找至于 地龙也不管 我的三阶净化更加剧烈了 根本就无法维持人类的形态 突然间我感觉到了一场 我被一个物体攻击了 回头一看 原来是这个超凡学院的院长 他看到我的左手跟人类不一样 自己都惊讶了 此时的我也正在三阶净化 我的净化也即将开始 后续会发生什么 下集更精彩 一个拥有魔王基因的 我是非常牛逼的存在 今天我从地龙身上 咬了一块肉出来 地龙疼的直接就朝着我冲了过来 突然间我的净化开始了 而且是三阶净化 我被不明物体攻击 仔细一看 原来是超凡学院的这个院长 他看到我进化的过程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超凡者 能拥有这样的力量 他仔细一想 五大属性都没有包含在内 没有一种超凡力量 会让手臂产生如此的变化 不管你是什么 你还是赶紧去死吧 他的攻击从四面八方迎来 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你这人喜欢偷袭是吗 面对他的攻击 我完全都不想理会 他还不断嘲讽我 你特么的根本就是一个怪物 他的攻击在我的领主之言面前 毫无意义 突然他满脸冷汗 怪物可能会有元素力量 四阶以上的怪物就有元素力量 但是怎么可能会有人的形态 我直接用左手使劲一拍 他还在怀疑我的身份 看着我这个人 不像人怪物不像怪物的人 现在他只想对我下手 直到死亡 而我现在的三阶净化更加狂暴了 这应该是吃了地龙的那块肉导致的 这个黑牙的力量属实有点牛逼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驯服他 如果不行 可能我再也无法恢复人类形态 正在进化中的我也难以控制 但是这个院长就是不怕 仗着自己有盾就想为所欲为 我的攻击也在一瞬间的功夫 让他的盾破了 此时他也被我的黑牙刺中 看来应该伤得不轻 他看到我现在的模样还嘲讽我 他带着诡异的笑容 准备跑路 他回头的那一刻 至于正好赶来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你是他的同伙 你可要看清楚 他可是怪物 当然 我在至于的心中也是有足够分量的 他被至于的雷电击中 我直接就冲了上去 如果这个世界容不下我 那我就吃出一条血路来 就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这个院长直接就被我吸收了 我的进化也还在进行中 我只能让至于离我远点 最好是装作不知道 以防万一其他清楚者看到 至于也只是抱着我 不愿意离开 他直接对我说 如果要下地狱 那我就陪你 此时的我也感觉到了一种温馨 我们也在以最快的速度拯救幸存者 此时的我即将暴露在清楚者的视野中 在这个怪物横行的时代 地狼已经是非常牛逼的存在了 谁知道这只地狼也就只是魔神的一根小小的触手 深藏地底的怪物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 今天来了一群想挑战地狼的人类 也就在一秒钟的功夫里 这群人已经四分五裂 看着同伴被吃掉的人也开始慌了 眼前的这条地狼根本就挡不住 要怎么办 面对如此强大的地狼 他们也只能落荒而逃 没有任何办法 地狼也不讲武德 直接来了一声施吼功 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开始心脏剧痛 难受的站不起来 而面对地狼 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就连逃跑都做不到 怎么可能将他击杀 突然 一个拿着一条水管的清除者来到这里 美女一看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会有地狼出现呢 但是 她面对眼前的地狼 她也急了 就因为地狼的嘶吼 打断了她的相亲 美女直接朝着地狼就是一发攻击 在别人眼里 她是准备连人一起砍了 但是 等到这攻击打在人类身上就已经分裂开了 这一发攻击也直接打在地狼的身上 眼前的地狼也受伤了 但是她的伤口才慢慢恢复 这个小四眼看着美女 这不是超凡学院的最强守护者 四星超凡者 上官奎吗 面对如此强大的地狼 上官妹子丝毫不慌 试炼场馆内 我的进化还在继续 但是有清除者来到这里 我必须要躲起来 为了给我争取时间 至于准备帮我拖住他们 在至于的掩护下 我也准备赶紧完成进化 可是这三阶力量是二阶的十倍 而现在进化如此快 我必须要维持住人类的形态 突然我想到 我重生第一天就获得了1%的超凡基因 而我的这1%的基因 也正在吞噬刚刚被我吸收的 那个死胖子的超凡基因 而我现在也有超凡基因觉醒了 我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超凡基因 稳住怪物基因 先让我的骨头进化 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强 特别是这地龙的黑牙 因为我在房间里的动静 被一旁的清除者发现了 至于还想帮我狡辩 却直接被打断了 他们准备上前查看 此时我也进化完成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来 现在的我全身的骨头 都进化成了地龙的黑牙状态 但是强度还是比不上地龙 而人类在怪物面前是如此的脆弱 这只有些四星超凡者 才能打跑的地龙 它只不过是魔神的一条触手而已 深藏地底的怪物 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获得更强的力量 才能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中 在这个充满怪物的世界 资源是人类最想得到的东西 曾经身为魔王的 我也是一直在大开杀截 不管是谁在我手中 都是一只小小的蚂蚁而已 在这个世界里 各种怪物肆意妄为 对于人类来讲就是最大的灾难 而我心里想着 我们只有剩下的一年时间了 我从梦中醒来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至于看着我 你还想多长时间呢 你从进入校门就看着别人 我也很纳闷 当当那个是三十六地吗 我已经浪子回头了 怎么可能看别人的两个球球 至于也是不相信的看着我 这一年后的世界会有大的变革 在此之前必须让你进化为五星超凡者 越快越好 至于好奇的看着我 只有一年时间吗 世界上最强的只有四星巅峰 五星的力量人类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们要非常努力 理考驾照更加努力才行 而且我会帮你的 至于也非常相信我 但是浪子回头这种鬼话 连鬼都不信 我只想以最快的速度 让至于成为三星超凡者 最好是在一个月以内 突然有人向我们打招呼 仔细一看 原来是赵胜三人 因为在最后的失恋救了他们 他们才活下来 学校破例让活下来的人通过失恋 他带着妹妹和兄弟 刻意过来感谢我们 至于也感觉到 居然还有男人对我死心塌地 就感觉我又有新的进化 赵胜询问我身边的这位是谁 他叫至于 至于也打了个招呼 三人瞬间惊讶起来 他就是学校理论坛里说的 那个最强新生吗 拥有史上最多95% 超凡基因的天才之余 大哥果然就是大哥 你和传说中的之余 居然是情侣关系 我们两个瞬间呆住了 情侣关系吗 我们赶紧解释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只是发小而已 不觉得我们长得还挺像吗 赵胜心想 这谁信呢 你们共用一个行李箱 说出来都没人信 这个叫无印的男人 给了一个小建议 学院在新生入学后 都会进行一次资源争夺比赛 就是给每个新生 发一部分资源 三小时各凭本事互相争夺 我们能不能暂时组个小队 那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会被抢 或者抢他一两个 其他同学的资源 赵胜赶紧阻止 一辟子 你这是想害大哥吗 我们续读新生 还有每一届 超凡基因低的人 都会比较容易被针对 那些拥有80%的超凡天才 他们已经成了新生的老大 他们的目标就是 把所有低于50%的 超凡基因的人的资源 全部拿走 而且像我只有39%的超凡基因 我的妹妹小桃 也只有41%的超凡基因 无疑你自己也只是拥有 50%的超凡基因而已 我们绝对不能脱位大哥 我和志愚听了也感觉到了很欣慰 于是我便向赵胜发出了邀请 我们一起组队吧 他听了以后 直接泪流满面 大哥呀 不愧是我大哥 我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们这一个小队 就在入学第一天正式成立 前世身为魔王的男主 今天却来到了课堂上 这个老师就是他的班主任傅良 身为班主任 他的要求也很高 一年内 凡是没有觉醒超凡力量的 全部都给我滚出学院 赵胜听了赶紧跟老师打个招呼 老师还嘲讽了一下 你要是这一年内还不能觉醒超能力 你就滚回去当一辈子普通人 男主也觉得好奇 这老师怎么回事 赵胜说道 只要超凡基因不超过50% 他就只会含百分比数字 老师也仔细看了看 你们这一届比较特殊 人类史上最高超凡基因携带者 也在你们这里 但是最让我意外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一位超凡基因 只有1%的家伙 那就请这一位和普通人 没有区别的1%同学站起来 让大家都认识一下你吧 男主也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一旁的赵胜都惊讶到了 卧槽 1%是大哥你吗 这个老师让男主来到讲台配合讲课 身为魔王的男主也毫不犹豫 这是辅助教学啊老师 那得有奖励才行啊 老师也毫不犹豫地准备 给他两份竞争资源 在老师眼里 这两份资源将会是 1%超凡基因的噩梦 两人在讲台上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老师为了展示一下 还带了一根金属棍子 他将棍子掰了一小块下 准备让男主做一个演示 男主看着这块金属 超凡力量 元素力量 陌生又熟悉 这是高阶怪物 才会逐渐拥有的东西 男主动动手 铁块居然瞬间变成了金子 一旁的老师都有点惊讶 这么快就成功了 居然这么快 老师也展示了一下 自己的超凡基因 你用出你的小铁块 老师再教你一个真理 1%和80%的区别就是 80人唯有1人 不用说什么 单挑和群殴这就是绝对性的压制 老师大手一挥 这样来看 你的超能力将会被击溃 你要知道 强者永远都是站在队里最前面的 男主突然发现哪里不对 这个老师似曾相识 原来他好像上一次 他是死在我手里的 我记得到了关键时候 还真的是把背后留给自己的学生 确实是个不错的老师 现在向我施加压力的老师 却是满头大汗 男主也感觉到了 老师正在使用超凡基因压制他 男主只是觉得自己的超凡基因 吞噬了那个胖子的超凡基因 还有99%的怪物兄弟 老师压不动我也是正常 男主为了不让老师丢脸 做了一个决定 只见他假装扛不住 自己就直接倒下 老师也看出了男主是故意的 身为老师的他在今天 差点就晚节不保了 他感觉到了男主有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个挺上道的人 不错不错 仔细看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他居然想抢曾经身为魔王的 男主手中的资源 就在刚刚 男主被老师的超凡力量击败之时 这个老师就觉得男主不简单 老师说道 胜者为王 适者生存 是学校的理念 大家准备一下 准备开始新生资源争夺战 一个男人嘲讽道 其他同学都准备好了 就是不知道那个1%的同学 有没有准备好 一个1%超凡基因的人 跟我们争夺 哪里来的底气参加 一个1%的人 还想把我们都打趴下 将所有的资源拿到手 真是猖狂至极 男人来到男主面前 你一个1%的超凡基因 居然能觉醒 看来你也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他做了个自我介绍 我叫于雄 85%超凡基因 我很欣赏你 今天魄力邀请你加入我们 我们可是有整个高于 90%超凡基因的同学联盟 男人心想 只要他加入我们 那他女朋友那个 有史上最多超凡基因的质疑 也一定会加入 男人伸手邀请男主 强强联手 把所有的资源进收囊中 男主开启了嘲讽模式 笑死个人 说到底你也只不过敢吃强林弱尔 这个男人气得要死 你特么的居然敢这样说我 男人反驳道 你只不过是一个 1%的超凡基因的人 根本没资格进超凡学院 能通过失恋 只不过是至于保住了你而已 男主也是微微一笑 怎么了 你这就破防了吗 这个男人气得要死 你给我等着 看我们强者联盟怎么样 将你们这些弱基因网打尽的 男主只是给他点了个赞 你们要加油又 我会替你祈祷的 老师也知道 男主这是故意激怒这个男人 身为老师也很无奈 那么新生资源争夺 就正式开始了 不出意外 男主得到了两份新生资源 画面来到校外的树林 赵胜准备带着兄弟和妹妹 准备去找男主 此时的兄弟也只想 为自己的未来想一想 准备加入所谓的强者联盟 赵胜很生气 你这个叛徒 我们大哥可以带我们走得更远了 兄妹两人也不想强人随怀 人各有致嘛 男主这边 却被十个超凡强者给盯上了 不过男主和志愚 也只是淡定地笑了笑 画面另一边 一个女人在树林里拼命地奔跑 正当女人觉得安全的时候 这个男人来到女人的身后 交出你的兑换券吧 女人顿时也吓到了 这可是属于我的东西 男人用了一点手段 女人也顺利地交出了 自己手中的资源 在资源争夺中 这个男人不断地争抢 其他人手中的资源 很多人手中的资源 都在被别人掠夺过 在掠夺完别人的资源以后 众人来到了男主这里 现在就只剩下你们几个了 我们等着于熊老大回来 就可以收割最后几张了 突然 男人感觉到了电机 他看着志愚 有95%超凡基因的人 肯定是他做了什么 此时的志愚也正在蓄电中 男人还想阻止 这一拳被接住了 男主认为现在被发现了 问志愚还需要准备多久 志愚也只需要最后一分钟 这个男人突然感觉 更加不对劲了 一个1%的人 居然能让我动不了 而且他们说的 一分钟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原因 让男主和他的女朋友 被无情地攻击 这个男人看到志愚 有着95%的超凡基因 他直接就冲上去 准备挑战一下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这一下被男主接住了 看到他痛苦的表情 就知道男主肯定不简单 你们快来阻止志愚 另一个不知死活的人 也跑了上来 结局还是一样 毫无波澜 看着两人痛苦的表情 怎么觉得很想笑 这个痛苦的男人 还想让大家一起上 这小子力气很大 结果一群傻子 真的就冲了上去 此时的志愚也成功地 续电完成 准备释放 一瞬间的功夫 刚刚嚣张的人 都倒在了地上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慌忙逃跑 不过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志愚做了标记 至于的这一招 叫做定点雷霆 听上去还是很牛逼的存在 这雷电就像长了眼睛似的 直勾勾地朝着树林深处飞去 另一边 水系超凡者 居然被火系超凡者 按在地上摩擦 男人还是有点不服 这点火焰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 这个帅哥笑了笑 很好很好 那我加点油怎么样 只见男人被赤盐包裹住 火势也越来越大 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火焰居然能把我抓起来 我可是水系超凡者 帅哥看着眼前局势 应该没问题了 只见他直接就把水系超凡者 拍在地上 此时的男人也失去了还手帧 男人也理解到了 这该死的差距 果然有凡家这种家世 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帅哥最后还向男人发出了邀请 要不你和你的联盟 做我的手下如何 男人思来想去 帅哥说道 我已经是三星超凡者实力 你能在我的火焰之手攻击下 没被毁容已经很不错了 帅哥也正式邀请男人 做他的小弟 来我们凡家 我们这里可是平等对待 每一位优秀的人才 能让你快速成长 两人刚要准备在一起的时候 一道雷电朝着两人飞了过去 男人也被突如其来的雷电 这边的滋滋冒流 帅哥看到这一幕 也知道了这是至于的雷体 倒在地上的男人也动不了了 他看着眼前的四个人 男主也出来打了个招呼 哈喽 凡是仔 你果然没那么容易倒下 倒在地上的男人 也只是感觉这雷电也太霸道了 至于今天也给帅哥表得态 我不可能加入你的 帅哥也不想多说什么 直接就开始放大招 用他那赤言之手 朝着男主拍了过去 男主还一脸不屑 让至于去休息一会儿 可能现在 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此刻男主也想顺便 试一试自己的超凡基因 一阵爆炸声过后 男主都已经来到了帅哥面前 凡家少爷 不要慌张 我就是一个近战的战士而已 一个曾经是魔王般存在的男主 居然被别人真实了一次 就在刚刚 男主来到凡是仔面前 准备跟他来一场面对面的竞胜战 不知道情况的这个人 就觉得男主就是自不量力 直接就朝男主打了过去 男主一看 果然还是拥有90%的超凡基因牛逼 能用两只消耗这么大的赤言之手 这一击被男主轻而易举的躲了过去 没想到他居然用出双手 现在你可是无路可逃了 凡是在双手一合 赤言之手直接就拍到一起 躺在地上的男人也看出来 这才是这个帅哥的真正势 男主也不装了 你没有打到我 凡是在直接使用赤言牵手 无数火焰朝着男主飞了过去 男主也觉得有些惊讶 这还能这么用呢 那我也来试一试 有这1%的超凡基因 男主直接在火焰堆里乱砍 也不管能不能砍到 反正就是一个字 快 不过 这在凡是仔的眼里 男主就不是乱砍那么简单 他看出男主的战斗能力非常强 他控制的惊认好锋利 不过也没啥关系 在学校里 只要不闹出人命 就应该没什么事 万一不小心受到 难以复原的伤也很正常 突然 两个超凡基因碰撞在一起 凡是仔心想 两个超凡基因碰撞 我可以直接摧毁 他的超凡基因 让他的超凡基因暴露 没有个一年半载 那可是无法恢复 在这个男人眼里 男主就是一个碍眼的家伙 不过 他只是感觉 男主的战斗力是真的紧 完全可以和他叔叔相比 毕竟他叔叔也是个四星超凡 忽然 男主来了一生 哎呀 凡是仔 你好厉害啊 凡是仔都猛逼了 这是干啥呢 男主也给他竖起个大拇指 你是我见过最强的 甘拜下方 老师爷走了过来 争夺赛结束 请大家把兑换资源券交给我 给你们分配资源 这一个个的人 都是气氛的样子 原来这一切的资源 都被男主一个人抢光了 老师您点点 总共七十八场 老师也是不可置信 你还挺嚣张 你们组已经成为重视之定 比赛结束 男主带着自己的小队 收获满满的回来 美女走过来 星存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原本应该能打败凡是仔的吧 为什么最后会那样呢 男主只是微微一笑 他可是牛逼的凡家少女 我们得到资源就好 没必要把他逼近 四人准备回宿舍 赵胜说道 大哥 那边可是女生宿舍 你走错了 他妹妹上来就是一巴掌 哥 你脑袋有水吗 赵胜瞬间醒悟 大哥大嫂晚安 一个带着怪物基因的男主 今天居然要吃了自己的心爱之人 就在刚刚 男主带着赘鱼来到女生宿舍 他拿起一瓶绿色的液体 就喝了下去 喝完以后的男主 居然让赘鱼用电给他来一下 他就想感受一下 赘鱼的雷霆到底怎么样 赘鱼还是第一次 和男主靠得这么近 一时间赘鱼想起了 和他的点点滴滴 他的变化好大 真的没有再去找那些小姐姐 现在他完全很专注的和我交流 男主捏了捏赘鱼 平时你不是很暴力吗 今天怎么下不了手了吗 没想到的是 赘鱼居然没做过 一下子就被男主压在了下面 看着两人四目相对 总觉得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赘鱼瞬间害羞起来 你怎么可以动手动脚 男主的手肘 也不小心的碰了一下赘鱼的球球 两人的脸也是越来越近 赘鱼瞬间脸红 这家伙到底怎么了 不去找那些小姐姐 该不会是想捅我吧 赘鱼不敢直视 心存 你起来 这样很奇怪 男主只是说了一句 你好香 我想吃了你 赘鱼转头一看 男主的怪物基因 已经显示出来了 快让我咬一口 赘鱼也毫不客气 直接上雷霆 你今天敢吃我 我送你去见你奶奶 男主也被雷电给打过原形 他很不可思议 你的超凡基因 居然可以让我异变 非常有诱惑 赘鱼也是一脸无奈 说完男主就要出去一下 赘鱼还给男主准备了口罩 出去干坏事 记得带上他 男主微微一笑 放心 我就出去吃点东西 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宵夜 男主来到外面 他准备使用领主之言 玩一玩三阶巅峰的怪物 只要小心把怪物化的 左手隐藏好就行了 这样的话 其他人就会把我认为 是火系超凡主 男主在隐藏领主之言的时候 突然 他感觉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是地龙 而且是我在试炼基地里 遇到的那只人 这只地龙居然还在 这片区域找我 男主也感觉到 只要他使用领主之言 就会被地龙掌上 他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今晚的宵夜 可能也不太好了 这里除了地龙 还有人类不知道的怪物 如果这些怪物 积累足够的力量 就彻底爆发 那就是世界末日 另一边 一个男人被绑架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车上了 你们是谁 绑架我们可是犯了 不管他怎么好 一旁的男人 依然在那里 自己聊自己 突然 一个拳头 已经来到了车头 这一拳 直接就将车头 按在地上摩擦 这一看就很像 装逼的那个男主 男人有着牛逼的怪物基因 面对一辆汽车 他也是毫不客气 看着汽车的样子 就知道男主 是有多么牛逼的存在 车里的人也慌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同时男主来到车外 吓得男人冷汗直流 男主毫不客气 直接就是一拳 不出意外的话 男人被他从车里拉了出来 被扔出来的男人 一脸猛逼 以他喵的是谁 他直接就朝着男主 冲了上去 今天就是要拼个泥死我活 车里的人 也在打斗中被惊醒了 原来这些被绑着的人 也是和男主一样 携带着怪物基因 蒙面男慌了 现在可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 万一怪物化 我们就完了 男人哭着求蒙面男 不要动手 因为自己的妻子 才有怪物基因 因为妻子跑了 所以家里还有孩子 等着他回去 男人拿着一瓶 不知道什么东西 打算让他们继续沉睡 男人闻了以后 整个车里 都弥漫着这种东西 另一边 男主和另一个蒙面男 打得不肯开轿 蒙面男 看着男主的领主之言 也是震惊了一晚上 居然还有蓝色的火焰 两人的大招 直接碰撞在一起 一瞬间蒙面男 已经被击飞数百米 他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被打飞 回过神来 男人的手 已经被男主的领主之言 烧得血肉模糊 男人以为男主 要救这些怪物基因携带着 他公开嘲讽 我劝你还是赶紧鬼 你不知道你惹的是谁 再说了 我们杀的可是怪物基因携带着 这是属于正义之事 男主上去就是意见 你们这些人口拐卖 可跟正义扯不上关系 跟垃圾没什么了 被男主拆穿以后 男人也不装了 你懂什么 坏事总是要有人做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男主得知是 凡家在用这些怪物基因携带着 做实验的时候 他现在只想知道 凡家的秘密基地在哪里 男人为了保密 只给男主说了一个秘密基地 结果迎来的是 男主更加用力 受不了的他也老是说了出 男主现在准备 让这个男人带他去怪物工厂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可能要出一点意外 蒙面男主被送男主去见 那些死去的怪物基因携带着 这一击也被男主轻松地接了下来 男主微微一笑 已叫的时候声音越大越好 使劲地喊 男主也露出了他那张可爱的小脸 只听见树林中传出一声牛逼哀嚎声 车里的男人还在给别人喝药 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伴被豪点饮 他也直接跑了 什么都不要了 还是自己的命要紧 男主过来安慰了一下 他直接就走了 留下一脸猛逼的男人 男主等的就是怪物工厂 他也跟着这个逃跑的男人来到这 一间工厂内 里面关着无数怪物 原来是这个蒙面男逃到了这里 面对摄像头就开始吐槽 我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走漏风声了 有人来搞破坏 我们的兄弟电蛮都可能死了 幸亏我察觉的及时 不然我都回不来了 男人也顺利地进入了这间工厂里 工厂的监控室内 有人好像发现了有黑影闪 男主也顺利地来到了这里 不出男主的意料之中 这里果然有很多怪物 男主在里面移动 也要寻找监控死角 他想着在这里打个洞 就可以顺利地进去到里面 玻璃室这里 一个男人躺在手术台上 可能要去西天见佛主 只见男人的表情争鸣 在那里不断地伺候 这个拿着手术刀的医生 准备把他的声带给切除掉 就在他准备要下刀的这一刻 突然房间里直接断电了 医生也停止了手上的工作 他看到蒙面男走过来 开始指责 你肯定是被人跟踪了 伏计你的人断了我们的电 他立刻安排一级戒备 医生正准备通知上面的人 现在怪物工厂被神秘人入侵 电话刚接通 一瞬间手机直接就被击碎了 他们也发现了 入侵者就在这里面 蒙面男还在那里嘲讽 你敢跟我来到这里 我看你是不知死 他立刻叫来警卫 你们去把入侵者找出来 一秒钟的时间里 警卫已经被什么东西给抓走了 原来是男主这个牛逼人物 不过 他还是觉得今晚的晚饭 确实是有点有趣 男主也不懂了 直接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医生还在嘲讽男主 就是过来装逼的 这里的保安啥也不是 但是他们可是真正的超凡 下一秒 两个火系超凡者 已经来到了男主面前 还在那里大汗 终于有人闯进来送去 这个蒙面男也准备一起 他也正好想给自己的兄弟抱着 一瞬间 三个大汉朝着男主冲了上去 面对蒙面男的龙卷风 还有安保的火焰攻击 三道攻击也直接汇聚到了一里 朝着男主飞了回去 这样牛逼的攻击下 男主又将如何应对 男人的吃盐火棍是很牛逼的存在 但是他们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这个蒙面男也感觉到了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刚刚 三人朝着男主扑了上去 而他们的攻击也被男主的领主之言 慢慢吞噬 男人瞬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被吃掉了 他肯定是学习了某种自暴式元素 这是他的元素自暴的威力 蒙面男已经被击飞出去 这一下可好 伤筋动骨又是一百年 他感觉到男主似乎在用生命装逼 他还不忘给男主来个友好的国际手势 用生命装逼 以能使用两次我特么的算你牛逼 结果这一拳下去可想而知 蒙面男已经隐恨西北 一旁的超能保安都傻眼了 我去 还挺牛逼的 他们只是觉得那个蒙面男的上半身 好像被火车撞过一样 惨不忍睹 看到这一幕 两人立刻远离男主 只因为男主的招式太强 不能做近身战 只能远距离消耗他 两人同时使用大招 赤盐棍和火桶 两个大招直接朝着男主飞了过去 一旁的医生也来凑热闹 他心想 只有修炼了元素星途 才能成为三星超凡者 而我在凡家钻研火焰数年 对火焰超凡力量太熟悉了 而他根本就没有运用元素星途 他只是单纯用的火焰元素和肉体力量 我们的火焰又被他的力量爆破 他的元素力量太强 我们的攻击也毫无效果 男主也朝着保安冲了上去 吓得两人屁股尿流 保安也只好先吃下火种 而这次火种就是怪物工厂的底部 两个保安也瞬间充满了能量 就觉得自己无敌了一样 一个小小的入侵者挪逼什么牛逼 他还想用自己的刺心式毁灰 想让别人给他爆破 两者攻击碰撞在一起 保安傻眼了 这完全就是凡家梦寐以求的东西 是存在于地底的弧烈之火 男主的这一击也顺利的将一个保安送去下水道 另一个保安傻了 怎么可能 我们的火焰已经得到了升级 怎么会这样 只见医生眼前就出现一对血迹和惨叫声 下一秒 男主走得出来 医生说道 你的超凡力量不一般 超越了90%的概率 而且还出现了不灭之火 他还具有吞噬的力 男主也想知道这不灭之火长的是什么样子 医生现在也只想拉男主入 你能加入我们 我们一定会成为牛逼的子 让我们一起伟大了 男主只是说 你们把人逼成了怪物 那我就让怪物吃掉你 这应该很公平 医生也吓傻了 这些携带怪物基因的人本来就是社会垃圾 我们也算是废物利用 你这样帮他们有什么好处 男主过来安慰了一下这个男人 安息吧 红包 他开始对这个医生出手了 来 告诉我其他地方的位置 不然你会后悔死得太慢了 男主今天对一个医生出手了 只因为自己需要进食 此时的医生心里也是慌的一批 他直接就将面前这个禽兽不如的医生给吸收待见 身为一个携带着怪物基因的男主 他早已闻到强大超弹基因的味道 现在隐隐约约的飘了进 现在的怪物工厂里面已经充满了怪物 对方也是不好轻易踏足此地 这一看就是在外面守住带兔 正因如此 男主也在怪物工厂内四处游荡 只想找一些有用的东西 他发现一个冰柜 里面全是凡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东西 眼前的这一批存货拿回去给质疑 恐怕不到三天他就能炫完了 这里还有三颗之前的安保吃的吃火种 统统没收 他看着眼前的怪物群 现在轮到你们了 你们应该都吃饱了吧 同胞们 我要送你们上路了 你们保重啊 一瞬间的功夫 怪物全部消失 而吃饱喝足的他也准备跑路回家了 他突然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来了 眼前出现了一个时尚的骚男 我等你很久了 你也是够狠的 居然把怪物工厂的研究员都给吃掉了 好羡慕你啊 能亲眼见证这一大规模的盛宴 来 给我跪下 一瞬间一个大招已经来到了男主身边 我在外面等你半天 我得在你身上找回来才行 男主也没有想到今天居然来了一个四星超凡准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四星吐气超凡准 四星之后还觉醒了重力超能力 凭借超凡力量 虐杀妇女供给13名 男人也觉得这个携带怪物基因的男人 居然还比较留意心为你 你知道到我 所以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 见到我 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首先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会被我的重力压在这里 手筋脚筋都给你打 我要让你想那些女的一样在那里滋滋乱脚 鼻涕眼泪一起流 她在地上求我 你会求我让你快点死掉 此时的男主也开始了反攻 男人还是微微一笑 你这蓝色的火焰 居然在重力的状态下 挡住我的主人 难怪你们单枪匹马地 闯进怪物工厂 男人直接开启生命元素 动筒星途 二同动物 男人一掌拍在地上 男主直接从他身后闪现出来 男主的左手也急速一步 男人直接用上了三重重力 加上绝对防御 挡住男主的攻击 一瞬间 男主的手继续变异 处围也从手轻长了出来 男主的处围也只是在男人的身上 吸附了一下子 男人直接放大招 将男主阵飞出去 男主只是微微一笑 没想到我还有一点点精细超凡力 我现在也只是不想泄露一点自己的气味 只好用精细超凡力量包裹住全身 突然间 开始地震 男人也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 从地底下钻出来 男主只是发呆地看着他 地龙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现在他身上全是我的味道 这下他可惨了 男人感觉到了地震 这地下有东西 好像要钻出来 他给地面施加了三重重土和大地壁垒 结果一只牛逼的地龙 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看着地龙的样子 他只感觉倒了八辈子没 还没搞定完这个人 这又摊上了大玩意儿 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我的防御对于超凡者来说是无敌的存在 原来是地龙 怪不得能破我的防御 我就拿了门了 他怎么一直盯着我看 一瞬间的攻速 地龙开始发动进攻 男人没办法 除了跑啥也做不了 卧槽 这找谁说理去 刚刚那小子叫我有点力跑快点 难道是他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把这玩意儿整来的 男主只是在后面幸灾乐祸 加油跑快点 你行的 白白的你咧 他抱着自己的战利品准备离开 清除者们 接下来就看你们了 我一点点的把一年后末日的毒瘤 全部都会展示在你们面前 让你们一一清除 这些清除者 就是为了这只地龙而来 目标正在靠近 美女发号施令 你们要束缚住地龙 留你们这个小队足够了 你们上 准备好束缚阵 去 帅哥开始报告地龙的位置 目标三百米 他来了 准备发动 四人合力使用石化 流石困阵 美女也准备好了 上次人多 左外多 让你逃走了 气死老娘了 今天只要地龙不死 我就没办法好好找对象 这一次 我砍断你的生计 等等 那地龙的面前 好像有个人 男人用声波探查 他不是那个虐杀十三名女性 已经被击杀的死刑犯吗 美女更加上方 既然是死刑犯 那就一起砍 他召唤出水 直接来了的一刀切 这个死刑的男人一看 这特么的是来救我的吗 不对 是另一波要我命的人 他直接使用重的四重 五重 再加上绝对的绝对防御 这只地龙也不堪一击 被美女攻击斩断 这个男人 也被刚才的冲击波撞飞了 地龙不断死 妹子也是非常兴奋 对 我们继续 继续搞思念 美女又来一击 这个犯人突然高兴起来 这尼玛运气这么好 还得是他们 他直接跑路了 要不是他们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爽掉这地龙 帅也不过三年 另一只地龙 已经叫他生吞下去 美女也是越来越有心了 还有一条 挺好 他看着地龙 这家伙生活在地底下 到底是以什么为事 只是有专家说 少量异常进化的生物 可为什么单这里 就出现了两条 这地底下到底有多少 而且它究竟有多长 似乎从来没有人 见过它的尾巴 你们要将它控制好了 千万不能让它逃了 我今天要将它一砍到底 看看它到底有多长 美女这一招 直接钻进地龙的嘴里 准备给它 清理清理口腔溃影 这只怪物是无敌的存在 地龙在它眼里 都只是一只小马眼 就在刚刚 四星超凡者将攻击 打在地龙嘴里 这一下延伸到地下几百米 美女都震惊了 这么牛逼的怪物 能有如此长度 身后的兄弟们 都还在为它加油打气 但是美女的心里 非常明白自己的实力 不过 地龙真的是一只怪物吗 我真的杀死它了 画面来到凡家的 不灭之火研究基地 凡世仔正在吸取 眼前这一朵永恒之花的能力 目的就是为了打开这朵花 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 打开永恒之火 让凡家成为绝对牛逼的世界 不过以它的实力 要打开这朵花 可能还是有点学 它不知道的是 这朵花的根部 一直延伸到地底下 这个永恒之火研究基地的 底下五千米的地方 还隐藏着一只 更加牛逼的怪物 永恒之花 就是它的一只触手 地龙在它眼里 都只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地龙带回来一个礼物 原来是这个 被地龙吞了的男人 被带了过来 男人在这头怪物面前 连根牙签都算不上 它瞬间闪了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如此巨大的怪物 这是几间 怪物对男人进行了焚烧 三秒过后 男人被焚烧殆尽 留下一只小小的蚱蚁 怪物也将小小的蚱蚁 给吃掉了 男主这边 自己也回来了 他给至于带了宵夜 这是高级生命原能 一只抵学校的五六指 他心想 被抓回去的男人 应该被怪物发想 不过怪物已经拿到我的铺头 现在他们找我更加方便了 如果还用地龙 那就比较稳妥 或许能继续折服到 一年后再爆发末年 凡家基地这边 这朵花突然有了反应 一片花瓣就这样落了 落到地上的花瓣 也变得诡异了起来 发现的人也是惊叹不已 你们快看 永恒之花开了 一旁的人也兴奋起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自己现在的褚境 到底有多危险 男人话还没说完 自己已经被蓝色的火焰给点 不出意外 在场的其他人 也是一样全部都燃烧起来 都只能化成怪物的荣料 男人一刀刺向别人的脖子 只听见当的一声 原来这个男人的生命元素 会自主启动 瞬间开启精神 是无敌的存在 这几个人是凡家 从各个地方 将这些恶人聚集到此 他们都是三星四星的超凡者 而他们接到凡家 唯一的一个任务 灭掉入侵者 不管是什么样的入侵者 哪怕是清除者 一样格杀勿论 只进不出 这个男人叫阿秋 他现在处于隐身状态 这群人也来到了 这个秘密研究基地 因为这次的敌人 男人准备点燃自己的肾上线素 准备进去 推开门的那一刻 他们还是非常兴奋 下一秒 这群人在一瞬间的公主 全部被烧成了灰烬 这个阿秋瞬间被吓傻了 就在那一瞬间 除了他 其他人全部成了死人 他告诉凡家老头 因为自己提前隐藏了所有气息 所以才逃过一劫 他看到了一切 这里的入侵者不是别人 是永恒之花的花瓣 变成了怪物 他们会隐身 能使用不灭之火 而且是比地龙还牛逼的存在 他被吓得惊慌失措 不知道怎么办 还想将事情告诉清楚者 老头直接就出手了 任何想把这里的事 透露出去的人都必须死 老头还顺带把他的基因给拨掠 凡是仔也正在吸取 永恒之花的能量 这样他很快就可以掌握生命运行 进阶至四星 男主回来也是怪怪的 一直盯着治愈 因为自己现在吃得太晚 体内的怪物基因 已经达到了三阶极限 在进化四阶之前 他必须将体内的超凡基因 进阶到三星 用超凡基因来稳住怪物基因 那样他的体型 或许能控制在人类的范围 因为他的超凡基因开始 进阶三星得靠一些特殊的手 他准备对治愈下手 他的左手直接怪物化 准备利用治愈的超凡基因 来进阶自己的超凡基因 他直接使用触悟 先试试效果 治愈也是同意了 那你可要轻易 触悟吸附到治愈的脖子 这一下也让他特别难受 就在一瞬间 治愈的超凡基因 也开始变得活跃了几次 男主也看到了效果 根据之前炼化电力的经验 一股作气 将你体内所有的超凡基因 吸满能量 然后全部炼化 你尽管吸 学校说了 学生突破的一切能源 所产生的费用 由学院主 瞬息之间 周围的电能 全部走向治愈的房间 一个老师找到校长 我们学院停电 老校长只是微微一笑 确实 我这里也听了 你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学校今年的超凡基因天才最多 大概是他在突破了 不过 突破的速度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至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天才 此时老头的电话响了 有人告诉他市区也停电了 而且电力全部涌向学院了 他也很淡定 我们学院有学生突破 不怕不怕 那个费用可以报销